採取拘捕合同 港台鏗窗集編導蔡玉玲 涉嫌作虛假陳述查冊車牌 下午裁決 案件引起社會對查冊的關注 政府接連以保障私隱為由 收緊車牌、公司等查冊 影響的不僅僅是記者 有疑問與不同界別的人談過 網媒記者鄭家瑜主力做偵查報道 2019年透過查閱選民登記冊 揭發粉嶺有公屋單位 一屋三勝13人 當時的選民也承認 他們的地址借了給別人使用來登記 這件事在法律上是不容許的 不過接下來再做這一類型的報道 可能更困難 政府除了修例建議選民登記冊 只是顯示姓名的第一個字 也接連收緊車牌、公司等的查冊 無法再看董事的住址和完整身份證號碼 絕對是一個倒退 我會將這件事視為政府打擊 廣大市民之情權 就不是只是針對記者一環 因為就算在會計、商界 或者其他反殺黑錢的調查 都會依賴這些補冊 我們做重組或者調查 很多時候你都要確認那個人的身份 因為我們有很多時候是今天才看到的 你都不知道那個陳大文是否等於這個陳大文 有很多時候用公司 那些人用了公司就避了在公司後面 我不敢說會不會變成一個洗黑錢的天堂 即是會方便一些不法分子去做一些他們想要做的勾當 廉署最近拘捕了24人涉嫌土丁案 正正是本土研究社綜合查冊揭霸 就住一些異建成的土丁屋苑裏面 要查一下本身土地、業權的變動是怎樣 收窄到一個位置是你未必有辦法 印證到100% 例如公司的董事一定是那個人 還是純粹同名的 感覺就好像你有兩隻眼睛弄了一隻 很多個人的資料是被武器化 我看不到為何記者要有特權 到底有多少個人資料因為查冊而被外洩 私隱專員工處沒有正面回答 不只是查冊可以是起底者獲取這些資料的來源 香港查冊其實一向都是 那個自由度是相對低的比世界上很多國家 現在是一個更加落後的環境 就再加上加緊 政府現在想壟斷了一些相關不同類型的問題的調查權 代價就是整個社會整體承擔 有線電視記者 伊慧儀報導 在這裏面中獲得很高